哈喽各位小伙伴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我给大家用几天的时间来带来一个新的项目 关于物流网的一个摄像头 OV7670 那我们这个项目是关于摄像头的 既然我们要学这个摄像头 首先我们去知道它有什么使用范围 值得我们学习嘛 到底它应用范围广不广 那我罗练的这么几个摄像头的主要应用范围 那么首先在办公领域 比如说我们的人脸识别 那么在很多场合呢 现在人脸识别已经开始普及了 还有我们的便捷扫描仪 我们去扫描一些东西 这个摄像头也非常好用 还有移动的监控 那么这个监控呢 在各个方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是吧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摄像头用来做监控的 尤其我们在这个智能实在呢 前段时间有人去做一个项目 像智能校园 那在校园里面去布满各个地方都是摄像头 然后通过摄像头分析数据 去做一个校园的安防 它是完全基于摄像头来做出来的 但是在比如说在医学领域里面 也可以用到摄像头 那么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个人去做这个 写温镜用摄像头去做 还有什么内窥镜是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到我们肚子里边去观察你肚子里边的情况 方便医生呢去判断 我个人感觉在医学这块呢是非常火的 尽管摄像头用饭非常多 那么在医学这块我觉得非常火 将来最贵重的还是生命是吧 推荐大家去向这个方面去发展 那么现在是智能时代 各种智能家居呢 智能医疗呢 我觉得医疗这块呢 发展潜力相当的大 当然还有工业领域 比如说什么智能交通 这其实也是跟物流网有关的 还有电子检查 当然工业检测这个早就会用到了 用摄像头去检测一些器件 每个器件出厂时候都必须经过 严密的检测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在摄像头就更明显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拍个照片啊 应用在手机里边啊 或者现在有些游戏啊 体感游戏不知道大家玩过没有 完全靠摄像头来感知我们身体的部位 然后去完成这个游戏啊 非常好玩的 那摄像头它的应用范围呢 是非常广大的 那相信可能有的人去从事这个行业 比如说图像采集 它是依赖摄像头的 采集到数据以后 我们对摄像头数据进行分析 然后做出相应的处理 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们需采用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一个模块 OV7670模块 这当然之前可能有人会用过76什么20的 那么这个70呢是一个升级版的 对于它呢 它是有它自己的使用范围的 不可能说我们用了这么一个摄像头 然后把它整个应用到任何的领域去 那不可能的 我们在学习阶段的这些摄像头 它肯定是有它很局限的一个范围 那么首先呢 它是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灵敏度呢 是所有的传感器都具备的一个特性 对吧 那这个摄像头呢 我们说白 其实就是一个传感器 采集到光照 然后转变成电信号 那么它的第一个参数呢 灵敏度比较高 那么这个高灵敏度呢 决定它的使用场合还是比较广泛的 其实这个模块 它本身呢是电压非常低的啊 它是3.3V的电压 那所以应用的范围呢 是我们嵌入式的范围 然后这个模块 它采用的一个格式呢 是SACB接口 那这个接口可能大家不太认识 那你回想一下iPhone C接口就知道 这个SACB呢和iPhone C接口是非常的相似的 那所以如果你的这个模块里边有什么iPhone C接口呢 完全可以把这个OV767点连接到你这个模块里边来一起使用 另外它的最大分辨率是640x480 那这个分辨率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所以决定它的使用场合呢 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了 在一些高精度的场合里边呢 我们可能这个分辨率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是吧 那其实大家从这个分辨率可以看出来 这货呢是30万的像素 像素比较低 所以使用的场合可能是稍微有一点局限了 那我最早使用这个货的时候呢 是在一个智能车的比赛里边 不知道大家参加过这个FISCAR智能器大赛 里边有个摄像头小组 那会儿我去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是用的7670摄像头去分析数据 这一点像素呢是完全足够了 那关于这个摄像头的范围我们就简单的说这么下 其实我们这个摄像头呢现在使用的还是非常广泛的 很有必要去学习这个摄像头是吧 而且这方面的处理呢 其实工资非常高的 当然难度肯定是稍微有一点点的 大家需要去查找各方面的资料 完善自己的这个关于摄像头的知识 这方面的摄像头的知识